Yummy Yummy Mommy 今集是我最久放入口說不出話的一集 待會你可以計算一下 說了幾句話有沒有說話 做的平衡是做得不錯的 還有肉煮的時間 Capture 很棒 那你喝一口吧 你跟朋友喝喝水 你這個人死了 然後又吃一口 簡單得來又有內涵 低調之餘又受你們萬人來到景仰 我說了什麼呢 其實我說了這間泰巴咖啡裡面招牌菜 說到這樣我當然要去見識一下 今天你教我做的是什麼菜 這個是生牛肉薄片沙律 它是一個比較意大利傳統的菜式 我們開始要先刨牛 要散點鹽下去 然後我們也要散點黑胡椒 切蔥 這個是八角油蔥 乾蔥 拌一下沙律 放一點橄欖油 檸檬汁 放一點鹽 這樣攪拌 好 少許芝士片 蒜片 這個是獨子蒜 放一點點上去 放一點點黑醋 這裡的菜就完成了 今天為大家介紹這個 美國特選生牛肉薄切配 有機雜菜 沙律及黃金蒜片 這是沙律 趁新鮮就吃了 要搭著包著一起吃 其實我一入口 牛很肥美 剛才跟師傅聊過 他說如果用日本牛 會太肥 這個真的剛剛好 因為我放進口 感覺到很油 但是它絕對不是膩 它感到很柔軟 你不會覺得很濃味 所以頭盤也是不濃 然後一邊吃 我咬得有芝士 咬得有菜 之後的黃金蒜片 我剛剛夾在中間 散發了蒜香味 原來火箭菜 不是一般人 你說拿回家 就做得好吃 平時吃火箭菜 會苦 但是師傅剛剛拌完之後 他拌了一股苦味 反而有清新的味道 再配在生牛肉 那裡 完全是完美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你只想吃牛肉 你會膩 因為我說過 它是肥美的 就是因為它夾了這麼多 蔬菜 加上洋蔥 所以令到整件事很鮮 做的平衡 做得不錯 它的醋和肉 我會叫這個 邪惡沙律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這樣吃一口 然後你又可以 喝一口啤酒 這裡的啤酒 師傅推介 吃這個 生牛肉沙律 是喝一些果香味的啤酒 是很好的配搭 因為你果香味 又可以帶出生牛肉的味道 真的很香 果香味 而且這裡的啤酒 全部都是手工啤酒 在外面很難找到 那你真的要來這裡 才能夠喝到這些手工啤酒 上去泰巴咖啡 就在雍景灣巴士站落 再走入南京街 走多幾步就見到